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里都先不理它呢 我们按确定 这样子就开一个档案 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size 那就按这个叉叉 我不要它 再开一次 诶 刚刚 呃 好啦 随便 随便开 好 那叉叉旁边 这里是缩小 还有放大 那这里是缩到下面去 诶 好烂啊 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左右移动 这个是上下移动 要画面放大缩小也可以直接用滑鼠滚轮 滑鼠滚轮往下滑 它会放大 那往上滑就相反咯 或是按键盘上的快捷键Ctrl加 按这个回复 现在画面最左边这排的上面这个部分是导览器 它可以调节图片你想要看到哪个部分 这样子 拖就可以看 那也一样可以放大缩小 旋转 你可以乱搞它 没关系 按这里固远就可以了 下面这里是图层关联面板 你开了一个新档 那它就预设就已经先开好一个图层了 那上面这里是还原跟重做 必须先画点东西 按这个还原 按这个 重做 或是你最好熟悉它键盘的快捷键 不然你每次都要移到上面 这样很累 键盘快捷键就是Ctrl-Z Ctrl-Y 这两个 很常用到 最好去熟悉它 上面这里又是缩方 显示比例缩方 缩方 这样 然后这里又是旋转 又是旋转 但是这里有个比较不一样的 它可以翻转 好东西 那这个是抖动修正 我现在是用滑鼠画 嗯 抖动修正只有3的话 呃 好像看不出差别 呃 我的手可能比较不抖 呵呵 呵呵呵呵 就是这个数值越高的话 它修正你抖动强烈的程度就越大 如果你手超抖的话 你就可以开大一点啦 如果你不介意那种抖感的话 也是可以 呃 这有点太刻意了 这边色彩缤纷的是 颜色与工具面板 在视窗这里可以叫出其他的小伙伴 超多小伙伴的 啊 你如果开这么多的话 其实它们都会被隐藏起来啦 你也可以叫它们消失 你不想用到的就把它们关掉 关掉 关掉 好 这样下面又 就回到光明的世界啦 颜色面板 我这里在上次的教学有教过大家 还可以新增很多色票 按右键可以 呃 你要先 先 呃 调到一个 你喜欢的颜色 啊 我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加入色票 啊 我不要它身处 对 就是看个人 嗯 没错 那么 今天的SI先介绍到这里结束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仲泽 我们下次见